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9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个,就是香港高院 香港高院宣布恒达破产 他有24000亿的债务,还有债务海啸 并且有百万房产的烂尾,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 1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问简报,第1个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月26号 到27号在曼谷举行会谈 两个人总共谈了12个小时,两天谈了12个小时 这是台湾大选之后 中美最高的外交官进行的一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 美中双方就国际和地方去地区事务,包括乌克兰战争 中东、朝鲜、南海、缅甸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 和实质性的建设性的讨论 双方也讨论了台海问题 沙利文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重申了美国反对 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期盼和平解决分歧 的意见和立场,这次会议是中美保持沟通渠道 畅通和负责任的管理竞争关系的一部分 尽管美中处于竞争的状态,但是两国都需要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 或者是对抗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选举不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风险是台独 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也是台独 那么中方声明还说,中国双方同意推进 中美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交往 用好目前的战略沟通渠道等等 王毅和沙利文的会谈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并没有达到双方的期望 所以 会谈之后,中美宣布 芬太尼工作组继第一次会议 在1月30号在北京举行 中美双方合作 解决芬太尼问题是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主席习近平2023年11月份 在加州举行场边会议时决定的 那么工作组的会议是 工作组会议是两国领导人会议的延续 这是第1个,第2个 双方没有确定拜登和习近平会面 或者通话的时间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当中,本来是要定下来 至少习近平跟拜登要通吃电话或者是视频通话 但是现在没有确定时间,说明他们并没有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 双方只是同意今年春天安排双方 安排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 但是有一点,那么确定的是 布林肯今年会访问中国 时间跨度这么大 说明双方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第3,美国官员在新闻简报会上说 美中双方在红海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 美方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压 制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 商船 路透社之前报道说中国和伊朗举行了几次会议 商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的事情 伊朗官员说虽然中国对伊朗也很重要 但是伊朗在中东地区还有盟友和优先事项 等于就是给了中国碰了个软钉子 第4,在王毅和沙利文会谈结束的第2天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1月28号 在大使馆举行的纪念中美留学 45周年的活动上说 美国方面应该停止无理盘查,滋扰遣返 中国的留学生 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 搞了 中国驻美大使馆,1月29号在官网 这个发文说,有好几名中国留学生 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 被海关盘查 甚至注销了签证,遣返回国 那么他这个驻美大使馆要中国留学生谨慎选择 从华盛顿入境 基本上这是美国的 这个是美国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谢峰在这个讲话中讲到这个有点奇怪 就是说 没有人有权去干涉别人的入境政策 中国连续几次在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 没有什么道理 不过从上面这些情况说明王毅和沙利文的会谈 没有达到双方的期望 中国方面是希望恢复中美关系 美国方面是希望稳住台海 双方的诉求是不一样 那么美国最重要的诉求应该是 在 在 赖清德上任之前,就是520就职典礼之前 中国要向美国做出一个承诺,不搞事 基本上这是美国在这次会谈中的一个 主要的诉求 那么中方的诉求是恢复中美关系,让中美关系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这点美国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中美关系回不去 而且美国在大选 那么中美关系 是美国大选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美国拜登政府不可能 在中美关系上做出让步 所以双方达不到双方的预期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这是第1,第2 联合国近东救济处1月16号宣布解雇12名雇员 因为这12名员工参与了 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 瑞士、芬兰 九个国家 宣布停止 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处提供 提供援助、提供资金 那这九个国家 提供的援助和资金 占联合国近东救济处 去年,就是2022年 开支的60% 美国当然是最多的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从2021年开始,每年向京东救济处 提供3.4亿美元的援助 那么法国 法国在中东有很大的 他认为他有很大的利益 法国2023年向京东救济处提供了6000万欧元的援助 那么日本政府是去年11月拨款3500万美元 那么这笔资金还没有汇出,所以就暂停 联合国近东救济处的发言人说,没有了资助 在2月底之后就不能继续运作 联合国近东救济处是49年成立 主要负责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援助 那么 其中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 截止去年6月14号,巴勒斯坦难民有590万 那么这些人都是受联合国近东救济处 保护和救济 那么巴勒斯坦人口总共是600万 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都是难民 联合国规定 巴勒斯坦难民每人每月可以从 联合国近东救济处 领取800美元 那五口之家 每个月可以领到4000美元 就是每人是800,一个家庭 一个月五口之家有4000美元 那么在近东救济处在加沙有13000名雇员 那么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记者提出一个概念 叫难民主义 解释这个现象 意思就是巴勒斯坦人根本不想建国 很多人 以为是以色列阻止他们建国,其实巴勒斯坦人根本不想建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建国,他们就要去上班,就要去工作 这个救济可能会大量的下降 只要他们继续当难民 他们每个月就有4000美元 这笔钱其实在中东是蛮多的钱 所以现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是难民 国际社会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 去救助他们,他不用上班 他可以一辈子都不上班 所以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巴勒斯坦人根本不去 巴勒斯坦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万人去 以色列工作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巴勒斯坦时不时的袭击一下以色列 勾引以色列报复 这样有更多的理由 更多的理由讲 是以色列不让我建国,所以这件事情真相其实是这样 难民主义是一种生意,也是一种生态系统 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说 为约旦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基地1月27号晚间 受到了无人机的攻击,有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有34名美军士兵受伤 这是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第1次 有美国士兵在中东上升 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说对这次攻击负责 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是去年年底出现的 他是由伊拉克的 在伊拉克活动的 武装组织组成 背后是伊朗的支持 以哈冲突以来 伊拉克 叙利亚 的军事基地,美军基地 包括美国的士兵,包括联军的士兵已经遭到了150多次 无人机的袭击和火箭弹的袭击 这些袭击都来自哪里 都来自 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我们将会在希望的时间 希望的方式 追究责任 这个话说的 说的很柔软 150多次袭击 美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反击 拜登政府实在是太软弱了 没有用 有那么大的军力 还被人袭击打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说不过去,第三 共同社报道,两艘中国海警船1月27号 追逐一艘日本的渔船进入了钓鱼岛的日本领海 其中一艘海警船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就是装了机关炮 这是中国的公务船1月11号以来 第2次进入钓鱼岛周边领海 另外独白新闻报道说,中国从2020年开始 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 部署了三艘军舰 这三艘军舰都 配备了雷达防空导弹 然后这个军舰通过无线电驱逐外国的飞机 并且和前来巡逻的日本自卫队 这个护卫舰对峙 那么中国是在2013年11月单方面宣布 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识别区和日本 韩国台湾 他们的航空识别区重叠 那么独卖新闻的记者去年12月跟随日本自卫队的飞机采访 那么距离东海防空识别区20公里的上空 发现了解放军 054A的导弹护卫舰 解放军的军舰通过无线电 驱逐在防空区内的另外一家日本的飞机 日本自卫队认为中国派军舰 到东海防空识别区,它的边界 已经成为常态部署 目的就是阻止日本自卫队 和美军的战机在台湾有事时支援台湾 就拒止策略 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对 来自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这种改变现状的这种意图 第4 日记新闻报道 菲律宾和美国将于3月在马尼拉举行外交部长 和国防部长的二加二会谈 菲律宾和美国将会在南海主权向中国表明一致立场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发生冲突 那么局势非常的严峻 那么现在 美国和菲律宾不断的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向中国展示 各种姿态 第5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就是俄罗斯的通讯社 1月29号报道说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有一艘护卫舰 叫沙波尼斯科夫号 最近在南海进行了 反潜演习 俄罗斯跑到南海去 搞这个反潜演习 那么模拟发现了潜艇 俄罗斯的护卫舰 就发射鱼雷 和深水炸弹 把这个敌人的潜艇炸毁 报道还说 沙波尼斯科夫号护卫舰 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瓦良格号 巡洋舰1月12号 离开海生威军港 目前正在远航包括亚太地区活动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的俄罗斯一直是不去南海 俄罗斯的策略 是不去南海,不卷入南海纠纷 那么这次俄罗斯跑到南海去 而且他是单独军演 他的目的 目的他的用意值得我们观察 第六 朝中社报道,朝鲜1月28号 发射了一枚这个叫 潜射型的巡航导弹 他的名字叫舰尸3-31 那么这枚巡航导弹飞越台日本海两个多小时 说是集中了目标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看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说 朝鲜试验从潜艇 和发射车等平台发射巡航导弹 说明朝鲜正在加强 出其不意的攻击能力 那和更先进的弹道导弹相比 巡航导弹采用喷气推进 飞行高度也比较低 所以更难被发现和拦截 朝鲜一直在通过导弹 发射实验,恐吓韩国 那么以前导弹成功率比较低 那么最近朝鲜发射导弹 成功率上升 说明朝鲜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 朝鲜跟俄罗斯 进行交换 俄罗斯向朝鲜提供技术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不过 美国和韩国的官员都说并没有发现 朝鲜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迹象 预计朝鲜会继续 挑衅 但不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 第七 美国政府1月26号正式通通知国会 美国政府决定推进向土耳其 出售40架F16战机,价值230亿美元 顺便赚点小钱 美国政府履行了对土耳其的承诺 只要土耳其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美国就向他出售F16战机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签字 同意这个瑞典加入北约的第2天 美国国务院就向国会发出了这个通知 那么土耳其 土耳其F16战机将会增加到 79架 美国政府这项出售计划 还要得到国会四个委员会的批准 才可以实施 第八 民进党立法 立法院党团1月29号举行会议 推举游锡坤 蔡奇昌 竞选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那么国民党是推举了韩国瑜江启臣 竞选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那基本上这个立法院的 这个竞争局势就很清楚 一个是民进党的游锡坤,一个是国民党的韩国瑜 那么 游锡坤蔡奇昌 韩国瑜江启臣 当天分别和民众党的八位立委 举行闭门会议,寻求民众党的支持,民众党就成为关键少数 会面之后,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表示 八名立委要开会讨论 做出投票决定之后 再公布他们的决定 投票时一定会 团进团出 就是 这个民众党一起投 不过呢台湾传媒发现 黄国昌接待韩国瑜江启臣比较热情 面带笑容 但是接待游锡坤蔡奇昌 比较冷淡 握手都不看对方 那么立法院总共有113名立委,民进党51席 国民党是52席,民众党是8席 那么三党不过半,所以谁想选立法院的院长 都要看民众党 这8票 投给谁 目前到底怎么样不好说 第9 韩国财经媒体 Business Korea 报道说首尔海关总署1月25号宣布 逮捕了一家企业的CEO和他的高管 并且移送中央地方检察厅调查 案情指出,这家企业从2020年开始 向中国运送了 运送了9万6千 6千个美国制造的芯片 价值139亿韩元 那么合计是75万美元 那么这家企业把这个芯片包装 拆成小包装 伪装成样品 那么通过了144次空运 送到中国 然后就是在运送到中国的芯片当中 有5万3千个芯片 其实是被 被美国列为战略物资 那么这些芯片 能够类比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把这个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可以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出口这类芯片必须得到韩国政府的批准 显然他已经违法 所以抓他 第10 中国证监会1月28号在公众号 发文宣布进一步加强融券业务的监管 具体措施 第1 全面停止这个 限售股的出借 不让借股票借出去 1月29号实施就今天开始实施 这第1个第2个 把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由实施可用 调整为次日可用 就是你想申请 今天申请原来是今天申请今天用 那么不行今天申请明天才可以才会批你 那么这是3月18号实施 那么去年10月开始证监会取消了上市公司高管 这个资管计划出借就是把自己股票借给别人卖掉 那去年开始 那么实施之后投资者出借 剩下这个出借余额下跌了40% 中国证监会的这些动作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不让大家沽空 就是在市场上卖空 那中国证监会不让大家卖空的目的就是希望阻止股市下跌 但是卖空是什么?卖空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 就说你只能涨不能跌 中国证监会过去几十年来 就是不断的破坏 中国股市的市场机制 来操控市场 中国股市为什么会越来越差 中国证监会就是罪魁祸首 没有别人就是他 就他干的 第10 香港猜想物业估价署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香港住宅楼价指数312.1 连续8个月下跌 创2017年1月以来的新低 那么去年香港房价 跌了6.8% 连续两年下跌 那么是从2021年的历史高位 跌了22% 跌多吗也不算太多 但是那是持续在下跌连续两年下跌 其中中小型的住宅 环比下跌1.4% 大型就是 大的单位 环比下跌0.5% 另外一方面香港的租金指数 187 环比上升0.9 连续四个月 上升 大家不买房子就租 所以租金就上涨 去年全年 香港的租金 累计上涨了6.6% 那么基本上香港的房价 主要是受利率的影响 只要利率高房价一定会跌 为什么 因为贷款的压力很大 所以房价就会跌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香港高院宣布恒大破产 2.4万亿债务海啸 还有是百万房产烂尾 恒大终于破产了 香港高等法院1月29号 颁布中国恒大破产令 香港把破产叫清盘 清盘令 法庭委任这个安卖企业咨询公司 他的董事总经理 叫黄勇施 还有另外一个叫Eddie 作为两个人 作为破产联合执行人 那么中国恒大是恒大在香港的上市公司 恒大的破产意味着 他24000亿的债务 和160万套 这个住宅将会烂尾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叫陈进芬 在破产令中指出 恒大破产 恒大破产的庭审去年12月份获得延期 目的是为了提出新的重组协议 征求再成员的意见 并且获得法律意见 陈进芬说 这些没有一个兑现 所以决定 颁布这个破产令 恒大破产执行人 安麦董事总经理黄敬芬 在法庭庭审之后表示 将会维持恒大的正常运作 尽量的保留恒大的业务 保留恒大的价值 并且为债权人尽量的争取他们偿债的机会 也会考虑这个重组的方案 黄勇斯在声明中说 破产令只适用于 恒大的母公司 不会对恒大在中国的子公司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黄勇斯参加过瑞幸咖啡的重组 那么Middleton曾经负责雷曼兄弟 亚洲资产的清算工作 所以他们都有一定的经验 那么恒大破产申请人是还家还求 加盛环球公司 加盛环球公司是2022年的6月24号 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恒大破产申请 那么恒大破产的案件 最初定在2022年的8月31号 进行法庭庭审 那么之后呢 法庭经过了6次延期 连续延期6次 那么延期6次的背后是中国政府 他基本上是拖延的政策 保持恒大存续 拖延爆雷时间 一直是中国政府针对这个房地产 投不起暴雷的态度 所以恒大破产令颁发之后 上市公司一个是中国恒大,一个是恒大物业 一个是恒大汽车 那么都停牌 停牌前的股 股价分别跌了20%、2.5%和18.2% 那么 2020年的8月 恒大财富管理公司爆雷 那么恒大财富爆雷之后 这就是恒大 恒大集团整个坍塌的开始 就是2020年的8月 他的理财产品 这个违约 那么到了2022年的6月24号 加盛环球在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他破产 原因是恒大拖欠 8.6亿港元 拖欠 不还 借钱不还我就申请你破产 这就是法律规定 那么恒大呢总共有10个美元债 那么债券余额是143亿全部违约 那么恒大集团的执行总裁叫肖恩 肖恩说对法院裁定破产感到遗憾 他说在破产的庭审当中 恒大已经尽全力抗辩 但客观上经营面临巨大的困难 而且资源非常有限 恒大地产已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实际控制人就是许家印已经涉嫌这个违法犯罪 被采取强制措施就已经被抓了 恒大已经抓了几十个人 那么公司就无法满足境外重组 这个需要的相关法定条件 所以债务重组方案难以落实 难以落实 就申请破产 那么力信德豪董事林洪恩指出 这是一家投资银行 他说恒大的破产执行过程 需要五年时间 时间是非常长 就是 执行这个破产这个过程需要五年 为什么因为 破产首先第一件事就叫核实 核实你的资产 你有多少资产 你有多少价值 还有就是债权 你的债权是不是真的 所以要核实业权 要核实债权 还要跟这个债权人讨论这个处理方式 而且恒大的资产 还有恒大的债权人都在中国 所以他 破产清算 他很复杂 全国到处都是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所以他认为这个恒大的破产执行 需要五年时间 这是一个另外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业界人士说 说恒大破产 主要的原因是恒大有24000亿的债 压力巨大 然后又不断的有这个负面消息 他的经营压力也很大 而且公司呢又他又不符合 境外发行债券的规定 因为他有 他没办法发行新的债 所以呢他 面对一个 你这头有24000亿的债 这头又发行不了新的债所以没办法进行重组 所以这个裁决的破产 是合情合理 符合实际情况 那么恒大现在美元债100美元的面值跌到了1块5 100美元的美债 跌到了1块5 然后呢这个恒大有三家上市公司 这三家上市公司股价都跌到了五毛钱以下 所以基本上 整个股市对恒大 他信心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破产清算的情况下 恒大重组 这个执行破产执行人不说 希望能够重组吧 重组的可能性是零 德勤德勤是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中国的副主席叫 黎家恩黎家恩说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破产案件在增加 但是这些案件一直在拖 拖的原因是什么?拖的原因就是想债务重组 用债务重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过呢香港的法院 又不能够在债务重组没有进展的情况下 让你不断的拖,因为恒大已经延期了6次 所以 法庭又不能接受你重组没有进展 我就不能拖,我就得判 所以恒大这个案子就会让那些 想继续拖的 用拖延的方式来进行债务重组的房地产公司 就没啥希望 所以 这意味着什么 恒大的破产 会引发一波 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就是那些债务违约的房地产公司 拖不下去只能破产 这是一个 一个效应 那么在香港 破产庭审 开庭的当天1月29号 恒大系的三只股票停牌 那么从上午10点18分开始停牌 那么恒大的财报 去年的7月份 恒大的财报截止去年6月底 总负债 2.39万亿,就是23900亿,大数据24000亿 总资产是17400亿 这个总资产 他当时 账面资产是17400亿,其实 当他变卖的时候就没有,可能连1万亿都卖不掉 所以 他 账面资产是17400亿 资不抵债6400亿 大数是6500亿 实际上 这17000亿卖不出来17000亿,1万亿可能都卖不出来 因为你零几零购 别人都不会买 就等你价格跌下去 就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负债是这么样的 负债是借款 6250亿 这大部分是银行贷款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还有一部分借款是 叫民股实债 明明是跟他借钱 但是呢就把合同是个 股权买卖合同 然后用分红的方式把这个钱再还给他 这是一种 就是一个是银行贷款,一个是民股实债 第2个是合约负债 6100亿 合约负债是什么,合约负债就是 房屋业主 预付款 跟恒大签合同买房子 钱已经给了他 恒大已经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 这6000,房子还没给别人 这是6100亿 还有个就叫贸易及其他应付款 总共是1.06万亿 这里面就包括工程款 工程材料款 6000亿 其他负债是1028亿 那么在这总共24000亿当中 其中到期的债务是28000亿 预期的商票 商业票据 恒大给别人开商业票据 商业票据我们也叫期票 就是我现在买你东西 我给你一张支票 这个支票是明年8月份兑现 就叫商票 叫商业票据 但是预期到8月份你给不了他 所以叫商票 预期商票2000亿 2100亿 另外还有 恒大涉及 1900多起诉讼 他们还钱便告他 中间有4500亿 所以到处借钱 恒大是个到处借钱 所以恒大现在有三个债权人 主要的三个债权人 第1个 恒大收了钱 没交付的这个业主 就是收别人的房款 但是房子没给别人 这是6100亿 这是一个 这是最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给恒大提供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6250亿 这是最大的债主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恒大的这个建筑 还有供应商,建筑商和供应商 材料供应商 6000亿 那么恒大还有2400亿的战略投资 战投 那我们先来讲讲恒大的欠债 这个因为这影响最大就是这个 银行的贷款 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6250亿 那么其中一年期之内 就或者我们叫流动性负债,一年内也到期的 5800亿 恒大在2020年的年报当中 他列出主要的往来银行有20家 排第1是谁 民生银行 所以恒大倒闭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谁,是民生银行 其次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都是排在前面 那么还有其他渤海银行,中信,新业等 这些 那么恒大在2021年 给广东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救函 希望他救他 在那封信当中 恒大讲 给他提供贷款的银行有128家 另外还有121家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给他贷款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份 恒大银行贷款的明细表 后来有人跑出来讲那是假的 但是其实恒大没有否认过 其他人跑出来跳出来否认 你就不用理他 民生银行借多少 293 就将近300亿 农业银行将近250亿 招行113亿 光大是105亿 工商银行103亿,这基本上过百亿的 就这几家 还有中信银行是94亿,普发92亿 新业81亿,江西银行77亿 盛金他原来控股的公司银行叫 70亿 国开行63亿 他从国开行只带了63亿 说明他没搞定国开行 其中有一家很特别叫苍州银行 苍州银行是34亿 后来这个消息 捅出去之后 苍州银行被几题 上海银行30亿 贵阳农商行是31亿 九江银行29亿 建行 贷得少28亿 这是银行 所以你可以看6000多亿贷款 我相信是不止的 但是你账面上你知道6000多亿贷款 对银行是个巨大的冲击 这是第1个,第2个烂尾楼 烂尾楼之前去年年底的数据 恒大的烂尾楼162万套 162万套 也就有162万个家庭 恒大欠别人的 欠162万家庭 欠他们的房子 烂尾项目的分布 广东最多157个楼盘 江苏第2,115个楼盘 四川有85个楼盘 重庆有74个楼盘 河北有70个楼盘 那基本上受影响的这个人数有五六百万 那么在恒大破产之前 恒大这些买了恒大房子的这个业主 还有机会拿回房子 那么从现在开始 没机会了 恒大这些楼盘 正式烂尾 那说他们正常运行那是骗人的 为什么 只要恒大 破产宣布他破产 他的银行账号就会冻结 银行账号冻结,银行就 资金就不能动 就不能支付 所有的商业活动都会停下来 所以说恒大现在 还会维持他正常运转,绝对是骗人的,这是第2 第3 建筑商 建筑和供应商 那个 财经公众号 叫看见 看见有一个报道 说恒大有前8个债权人 是谁呢 这个 陕西建工 欠4.3亿 市联欠12亿 全主股份欠30亿 义居中国欠40亿 金螳螂欠82亿 广田股份 广田股份建产 88亿,圣津银行326亿 南通三建 360亿 在整个上万亿的这个欠款当中 上下游 上下游的供应商,包括建商,包括材料商 帮恒大垫了多少钱 6000亿 基本上 最受打击的是谁 江苏 江苏的建筑系统 被恒大重创 江苏曾经拿到很多这个恒大的楼盘 帮他盖房子 所以你看江苏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去年 去年开始江苏经济就不行 一蹶不振 恒大 有一半是恒大的功劳 这是一头,还一头就上市公司 一把的上市公司 欠上市公司的钱 恒大还欠谁,政府的钱 欠政府1000亿 税费,各种税费没交 所以恒大是个超级雷 恒大这个超级雷 6000亿的欠款 把整个建筑行业,建筑设计上下游全部脱下水 你基本上过去几年你可以看,过去三四年你可以看到 整个建筑行业设计行业美好 当然不仅仅是他 但是他是主力 所以 恒大暴雷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分水岭 恒大的危机 引发了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危机 恒大之后 恒大第1个暴 2020年8月暴 恒大之后 50多家 全国性的大型房企违约 所以成千上万的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建筑 整个系统这个行业失业 恒大开始 那么你从恒大再往大了看 房地产危机,这就是房地产危机,重创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为什么过去 疫情结束到现在 中国经济无法恢复,之前不是说反弹,反弹不存在 说这个复苏,复苏也不存在,为什么 房地产 房地产占中国经济多少 房地产加建筑等上下游 占中国经济GDP的33%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行业都在拖累中国经济 当然中国房地产以前是带动中国经济,现在变得翻过来 所以你看今年中国房地产仍然是低迷 而且会持续下去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房地产行业 2023年 他的行业数据,刚刚公布出来的行业数据 令人绝望 经济学家指出 进入第四个年头房地产低迷的状态 会他产生的这个影响 会更加严重 但其实呢 我们认真的 分析一下 针对恒大破产,因为恒大排期 1月29号破产 上庭 庭审 之前已经知道 之前已经排下来 所以针对 他肯定是要宣布破产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所以针对恒大的破产案 中国政府是做了精心的部署 怎么部署呢?1月26号 住建部开了一个 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会 两个政策 第一个政策是叫建立 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 项目信息平台 实行什么 周调度 月通报 要求什么呢 要求一视同仁的 满足不同所有制的房地产企业 融资需求 在本月底,就1月底 第一批项目单位,项目名单要落地 而且要争取 贷款给出来 这是第1个政策,这个政策 就是旧房企 旧房企,以前就不旧 现在是说是要旧 但是是不是真的旧也不好说,因为你看具体他自己 具体的操作 这是第1条 这是利好吧,这是利好,这是第1个,第2个 赋予 城市房地产 调控自主权 各个城市 可以因地制宜,调整房地产政策 这什么意思 这相当于宣布 房租不炒政策终结 那这个会,这个协调会 就是意图是什么,意图就是用这两个利好 对冲恒大破产 产生的海啸性的冲击 然后这个住建部 出台 这两个利好 政策 第2天 广州市政府1月27号宣布 放开120坪以上的租房限购 那这个政策 所以广州市 第1个 响应,响应什么 各个城市 自主 自主调整房地产政策 广州市,来我来自主一个 把这个120平米以上的住房限购 取消掉 然后呢又搞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取消 总之就是刺激房地产交易 不过呢,广州新政出台,周末反应并不踊跃 广州市越修区的中原地产 他有一个环市东路的分店 他的这个店长 店长叫廖锦春 廖锦春讲,他说政策落地之后 二手房带看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什么叫带看量 就是带客户看房的数量,叫带看量 这是地产中介的一个术语 带客看房的数量反映了市场的活跃度 他说这个周末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么原因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因为 星期六下雨 今天也天气不大好 所以大家好像出门的少 不过呢这个开发商表现得很积极 开发商当然积极 卖不动房子 他说现在呢有一些客户 会问贷款方面的问题 他说我们也在等 等这个相关的政策细辙出来 我们再跟客户 分享 他说那一方面的因为天气不好 一方面又到年底了 过春节了 所以呢二手房看房量没有明显的增加 但是这个客户咨询量有上升 客户咨询量那个不作数 最重要的还是要 带客看房量 那么广州白云区的德佑地产 他的中介说 说有客户咨询 但是没有通过挂牌来反腾出名额的客户 他说这个主要的政策的利好是改善性需求 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操作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广州 这一次新的政策出来 第1个周末 没反应 基本上叫没反应 那反应不踊跃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1个是房地产信心 不可能通过一个这样的政策就改善 房地产是信心第2个 资金状况 大家收入在下降 过去一年时间收入在下降 还有就是疫情三年 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也就差不多了 没钱 没钱 还有就是有钱的呢有房子没信心 还有就是房价房价在跌 房价在跌的后果是什么 大家就不想买 看买涨不买跌 越跌又不买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宏观经济环境 大家都觉得不好 收入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谁敢买 你回头 这里面还有年轻人 三步青年越来越多 所以市场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回应政府的政策 但是政府到底是不是想 恢复房地产市场 也不好说 政府可能就是调动一些人入市做炮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 要小心 不要轻易 不要轻易被 官方媒体忽悠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在这里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视频的下方有链接 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没有广告 不愿看广告的网友可以订Patreon 第二个就是有音频,开车听节目 比较方便 大家可以试一下 鸣谢 谢谢 观点 恒大欺骗了无数人 归根结底还是预售制 庞氏骗局一地鸡毛 预售制 不能说预售制有问题 香港就预售制 香港有没有出现 恒大这样的案件 没有 为什么 执行的问题 各种制度 有它存在的 历史条件 但是不同的制度它都有 执行的问题 你执行有问题,什么制度都会有问题 提问 恒大资不抵债,它还款有顺序吗 还款当然有顺序 只要一破产 只要进入破产程序 那破产执行人就要制定一个还款的制度 这个还款制度就是你说的这个还款顺序 大陆公司破产好像是先还银行 有剩余再还其他的债权人 香港 判决的破产是否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不是以 对象为 不是以对象为 为这个破产顺序,是以债权的规模为顺序 那通常银行是 欠债规模最大的债权人,所以他通常银行排在前面 他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不一定 因为他还有很多供应商,供应商借很多钱 三四百亿的都有,三四百亿比很多银行要多 所以不一定银行是排前面 通常是按照债权的规模 债权规模越大 他的权益越高 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恒大才破产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政府一直拖延恒大 恒大破产,其实 不仅仅是恒大破产,闭国医院也破产 但闭国医院他搞定了那些债权人 债权人说我就不申请你破产 破产是要 债权人申请才会破产 债权人不申请 他就不会破产 就是只要你能应付过来就没问题 资不抵债没关系 那现在的问题是你搞不定中国政府不想他破产 不想他破产是不想让 银行的 这个呆账变成坏账 银行借给他的钱 你不还利息 银行的这笔贷款 叫什么 叫不良贷款 那银行的资产就没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宣布他破产 这个不良贷款就变成什么 变成坏账 换账 那银行的资产就掉下来 银行资产质量下降 股价就下降 当你银行资产不断的下降 那银行就可能会破产 所以呢为什么 拖到现在破产原因就是 中国政府 不想让这些全国性的 房地产公司破产 因为 房地产公司破产 第1个冲击的对象就是银行 银行要把他的资产 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笔贷款变成坏账 因为你一宣布他就改 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观点恒大破产是中国时间上午10点左右公布 股市今天已经反映 大家早就默认恒大破产 是的 其实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恒大为什么会宣布破产是因为 当中国证监会 开始立案调查 恒大地产的时候 中国恒大就是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就不能够发行新的债券 因为他有调查 有调查案件 那他就不能发行新的债券 他不能发行新的债券意味着 他债券重组 就没有条件了 债券重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发行一个新的债券 来 置换原来旧的债券 那新的债券他有不同的条件 这就是债务重组的一个条件 那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这个恒大地产 这个条件就没有了 这个条件没有那你开庭肯定是要破产 一定是破产因为你没有 新的建议 那为什么中国证监会 要宣布 调查 恒大地产 那就是因为 恒大地产已经没办法就是恒大已经没办法正常运作 他如果拖下去并没有好处 所以他就算了 就 破吧 就这样 因为迟早是要破的 观点 恒大早就是破股万人垂 比较好奇 之后 闭国元会不会爆 你现在来看 所有的 房地产开发商 他会不会爆雷会不会破产 你就看一个指标 看什么指标 他的美元债重组 是不是完成 美元重组 美元 美元债重组完成了 他就过关了 你比如说融创 融创就过关了 他搞定了海外的这些美元债的 债权人 因为境内中国政府不让连受理都不受理 身体破产不可能 在中国境内不可能 所以你只能看美元债 美元债没有完成的 闭国元还没有完成 闭国元有没有可能破产 是有可能的,有一个债权人没搞定 他就会申请破产,你就会真的会破产 所以你就看这个,看这个关键指标就行 请问现在宣布恒大破产 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吗 还是已经反映了 有影响 影响巨大 就是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洪水 拦在堤坝内 这个 海啸在堤坝之内 这个堤坝就是恒大,恒大现在一倒 水就冲出来 所以现在应该是海啸级别的,因为24000亿,千万不要以为是个小数目 别以为6000亿是个小数目,那是个巨大的数目 那是个巨大的数目 对任何一家银行都是不可承受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 排第一的100多亿 100多亿别以为少,很多的钱 他一年的利润没多少的 这一下子就等于把他的利润给 冲掉了 所以股价要下跌,银行股的股价都会跌 银行股的股价 因为他要把那个 不良贷款变成坏账 坏账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要从利润里减掉这些钱 提问 刚才提到恒大烂尾彻底没有希望完工 那么烂尾楼的业主 还会被迫继续供房贷吗 他们得知恒大正式清盘之后 会有什么行动或者反应,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 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 所有恒大没有盖好的房子 银行都有责任 所以 所有买了恒大没有盖好的房子,烂尾楼的业主都应该停止贷款 停止公楼 为什么 因为这家银行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按照这个预售制 我买的买房的房款 应该在一个监管账户里 这个监管账户所有的钱都在监管账户 只有在开发商把房子盖好了以后 开发商才能把他剩下的钱拿走 烂尾楼为什么会烂尾,就是银行 在还没有盖好房子的时候 就把监管账户里的钱,就是我买房子的钱 给了开发商 开发商挪用去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个银行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把我的钱拿走了 给了他 他 去做别的事情 导致我的房子盖不起来 我为什么要还款 所以 所有的没有拿到房子的 这个 这个小业主 都应该停止 公楼 这个账,这个官司就要跟他打到底 所以我又没拿到房子,我还继续向银行付 付这个公楼款,这是完全荒谬的结果 所以这160万这个小业主应该集体 停止公楼 但是如果小业主停止公楼的后果是什么 那就有银行要倒闭 那就银行要倒闭 就是他借给恒大的这些钱 就变成坏账了,那就要倒闭 观点,最可怜的还是买了恒大的 房子的人 是的 钱给了 房子没有,还交贷款 杀人诛心 话说的没错,就不应该贷款 不应该还款 应该去告的银行 应该提起集体诉讼 就比如说我们 100户 100户 这个买了恒大房子的人 100户 提起诉讼 一起去告这家银行 你把我们的钱 放给了他 违反政府 这政府有规定的 违反政府规定 你导致我拿不到房子 先去告他 告到破产为止 提问,通缩时代现金为王,请问通缩 通胀时代什么时候为王,资产为王 但是资产要看清楚 就是资产就是 商品 但是资产,所有的资产 就一个风,后面就一个东西 就是风险 就是你要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持有资产 观点 观点,广州的房子卖不动 纵然解除一些限购 也回天乏力,真的没钱了 这是很重要 观点,中国股市炒房团资金抽干后 支撑地产的支柱只剩下银行团了 整体风险 就在北京一念之间 怎么在北京一念之间 没看懂 炒房团 资金抽干 股市跟房市 它是通的 都是一笔钱 这头去炒股 炒股赢了钱 转身就去买套房 买房发生股市市场资金好 股市这套房再去按 再去银行再借点钱 再去炒股市 这个是没错 资金是有联通气效应 深圳也不好 深圳不好在哪 就是那个叫庞氏骗局 叫什么来着,那三个字忘 就是那个庞氏骗局,那个对深圳的楼 重创 特别是 跪价楼 跪价楼影响很大 情况,全球受到中国地产倒闭潮影响 德国,法国,瑞典,芬兰 主要国家建设公司大量的破产 台湾一年新推的建案有2500个上下 每年建商倒闭的 产生的烂尾楼平均不到5个 持续保持优等管控 OK 是吗 德国有大量的企业破产 因为中国房地产倒闭吗 地产倒闭潮 是吧 这个有没有数据 不能这样空口白牙讲 一定要有数据 你说他大量倒闭 那你得有个数据,有多大量 增长了多少 就这样空口白牙讲 没有说服力 一定要有数据 情况,英国钢琴师事件最终结果实随小粉红门 被李征居给坑了 因为李征居当时在场 被清晰的拍到 李征居是英国军情武处 挂名的中共间谍 可见中共渗透活动在海外 多么嚣张 OK 情况,周六 周六周日去天津的劝业场 劝业场是个商场 冰江道 曾经的摩肩接种不见了 没有了以往的热闹 勇望超市里一晚上没有多少人,上班的比逛街的多 提问 几十年来中国税收很高 还有巨额的土地收益 几乎零成本和抢钱无益 国企还上缴巨额的收益 石油烟草等 国家垄断也跟抢钱无益 各种随意罚款等等 同时医疗教育 等社会福利支出还极低 为什么如此大的财政收入 还不能支撑政府 和公共服务的开支运营 甚至到了发钱 发工资都困难 其他国家除了基本税收 其他收入都没有 还有那么好的社会福利 难道仅仅是为了中国 财政供养的人数人员过多吗 贪污啊 装到官员的口袋里去了呀 现在官员贪污无关不贪 而且你看官员贪污的规模越来越大 贪污的金额少于一个亿 都算清官 那你说说看 钱都跑哪去了 跑到口袋里去了呀 那这些那些 那些 真的有钱的那些官员 说上千亿你会相信吗 你看看那个彩票 彩票多少钱 所以你说钱都去哪里 钱都去他们口袋里 情况中国的按揭贷款和香港不一样 这是个霸王条款 中国的本质逻辑是银行借钱给你买房 房子是抵押物 国外是买房贷款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房屋是买房贷款 借款 都是抵押物 按揭什么叫mortgage mortgage的意思就是 抵押 贷款 抵押什么抵押你买的这个房子你买的房子抵押给银行 银行给你一笔钱 mortgage就是抵押贷款的意思都一样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预售制也没有区别 区别在哪 区别在政府监管政府没有监管 情况中国破产有法定固定顺位第1顺位小业主 小业主现在千万不能退房 退房就没有优先权 最后可能是前房两市 不退房还有可能 退房 退得了房 他都破产了跟谁退房 主体都没有了退什么房不可能退房 给你退房 那你想多了 给你退房你就退了呗你最多损失 我告诉你退房你就损失多少 损失30%吗首付吗 你不退房你还继续供的你可能 房子就没有还银行还还款 不是第1顺位是小业主这是不对的 破产法规定 破产法规定 小业主没有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规定 你千万不要 千万要查清楚啊 这个我不确定啊 请问为什么说发行一笔新债就有钱还旧债 钱是怎么来的 债务重组是 同时发行 就是转换这个置换这个债券 置换是同时发生的签个协议同时发生了 钱从哪里来钱没有发生过 钱是没有发生过只是置换 置换新的 新的债券那么新的债券这个条件 发生了变化 好吧 鸣谢 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 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啊 好 好 不